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请保险经历来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主题了 好 现在先简单跟大家稍微盘点一下 今天我扫描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财经相关的议题 首先呢 这个今天早上有一个大大的标题就写到说 台美的贸易畅谈的谈判要正式启动了 近来美国有很多的议员纷纷访台 当然也造成了一些中方有一些武力在这边演戏等等相关议题 不过呢 这个行政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正式宣布了 他说台美现在来正式启动21世纪的贸易谈 这个倡议谈判 不过这一次有讲到哦 主要呢 是以中小企业列为一些优先谈判的一些项目啦 不过他也有特别说 这一次的谈判应该是不会涉及到相关的关税 不过这也算是台美双方希望可以建立起一个友好的一个桥梁 算是双方首次要再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倡议的一个谈判协议 这是今天还蛮重要的一个消息 另外还有同样讲到了这些国际震惊局势 最近有一个名词很夯哦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最近知不知道 美国现在在提倡叫做chip4 也翻成中文 大概叫做晶片四方联盟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他想要拉拢他美国自己 然后要拉拢台湾 因为台湾我们当然是半导体非常重要的国家嘛 台湾 然后另外还有一定要讲到半导体有三星啊 所以他想要拉拢三星 拉拢韩国 那另外半导体材料很夯的是日本 所以他想要拉拢台湾 日本韩国跟美国一起来组成一个chip4 也就是晶片四方联盟 不过之前 韩国的态度一直非常暧昧不定 因为毕竟 他也怕自己被贴上了一个反中的标签 因为中国毕竟也是韩国非常 可以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之前啊 在这个美方一直邀请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 可是今天下最新的消息出来咯 韩国的外交部长 他现在首都证实了 他说对 他们会来参加九月初的这样的一个chip4的 盟友之间的一个筹备会议 那现在看起来啦 他也要被逼着在这个中美双方当中 试图的来选边站了 其实韩国现在一直一直都摆档不定的原因 就在于说就是刚刚也讲了 因为中国是他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嘛 但所以他这一次他也有开出个条件 他说如果你要我来参加这个chip4的话 可以 但是哦 你不能够对中国来实施出口限制 总言就是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 那我也有看到一个统计的一个民调很有趣 他说韩国自己内部为他们自己300多家的出口商 做一个调查 结果呢有53%的受访者支持韩国加入chip4 但是也有41%的业者认为说 我们先观望 我们先不要选边站 这个也是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 还蛮有趣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好那另外呢 好来看一下我们回到台湾来看 这也是我今天早上看到非常有感的讯息了 我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 你是无可挂牛一族还是有房一族呢 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新闻啊 他说30岁 我们这个30到30 40岁 30到40岁这个族群好了 子权我本人就在这个族群里头 他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是联征中心的调查 他说30到40岁的族群 今年第一季 他买房子的总价 大概是落在 1,112万到1,153万之间 这个数字呢 如果我们把它拿来跟10年前 也就是大概2011年左右相比的话 多了将近400万 好超不过10年的时间 我现在买房的成本要再多出了400万 那这个过去 他这边也讲了 过去大家的房贷 大概都是20年期左右 但现在的房贷 大概基本上都到30年期了 所以不过就是10年的时间 总价 房屋的总价高出了400万 然后这个房贷的年限 平均来说 这个调查里 平均来说是多5年 好这个不知道 听众朋友们 这个你的心理想法是怎么样呢 那至于讲到这个房市 现在大概的状况 讲到了房市 我们当然就要看房贷的龙头银行 这个是何库 何库银行的主管 在昨天有个记者会 他出来稍微定调了一下 目前他们认为 整个房贷市场的一个氛围 他说 因为这个建筑成本 还有相关的材料的因素 还是节节上涨了 所以即便 现在看起来经济有一些疑虑 但是他们认为 房价好像还是 不太有下跌的一个空间 因为他们认为 买方的这个观望气氛 还是比较浓厚的 就他如果做一个 四个字的定调 他说 今年台湾的房市景气额 还是呈现一个叫做 价平量缩的一个状态 好快速的跟大家稍微盘点 一下今天早上 我看到了一些 比较有趣的一些财经新闻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网友 如果你今天有 想要聊的什么样的财经 相关的话题 也可以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直播上面 在聊天室里头 来告诉大家了 好现在上午的 10点14分的时间 那这样讲了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 来聊的就是 宠物贤了 我家有两只 毛小孩 17岁的猫咪 那今天呢 我现场来到 邀请到的是 保险经纪人 王玉珍 哈喽 欢迎玉珍 哈喽 紫娟 好这个玉珍 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了 今天这个玉珍来到现场 呃 这玉珍我刚讲 我说我家有 两只毛小孩 然后我身边的人 现在 呃 有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题 也开始会逐渐的在聊 说我是不是适时的 呃 来买帮宠物买一些保险 因为毕竟 猫猫狗狗 不像我们有健保 大部分的时间可以 大部分的状况可以来健保 cover一些我们经济上的问题 可是因为毛小孩没有 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去关注说 呃 是不是可以从宠物险这件事情上面 来稍微 呃 cover一下我们这些四组的荷包的压力 你先来帮我们稍微讲一下 像宠物险目前在市场上的状况 大概怎么样 其实现在宠物险在市场上 它的发展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那其实会 会因为这样因为 它呃 有些后面的背景 嗯 那我们先谈一些比较有趣的数字上的指标 好 那其实在用内政部跟农文会的资料啊 它其实有去做一些预估 当时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 全台猫犬的数量已经达到295万 295万 嗯 这个数字感觉没什么感觉 对 它其实是大于0到14岁的人口 289万的 啊 我知道 简单来说就是 呃 呃 毛小孩比真小孩还要多 对 就这个意思 对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人口处于一个 生不如死的状态 对 生不如死 所以你发现 毛小孩的数量其实越来越多 嗯 那它其实毛小孩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也慢慢的不一样 嗯 很多人就把它当作自己的 真的自己的孩子嘛 是啊 没错 是 那甚至这件事情还被法院认证 什么意思 怎么会这样说 对 因为一般其实在法律的认定上 宠物它其实是财产嘛 对 它是财产 对 所以它其实不能像人一样 假设我的 我的猫猫狗狗就是被害死了 其实我是不能请求 未付金的 嗯哼 可能只能请求一些民事上的 财产上的赔偿嘛 对 但其实近年来 呃有一些法院的判决 已经认为说 它把动物分成两类 嗯 一种叫做经济性的动物 嗯 一种叫做宠物 嗯 他说这个后者 这个宠物 嗯 有伴侣的意味在 伴侣 他认为 这种宠物 他其实是有伴侣的意味 嗯哼 所以他 在没有法院依据的状况下 他把它类推 试用说 那这样子的宠物呢 是可以有 请求未付金的 而且有判成功 哦 所以已经有判例了 已经有判例了 已经有判例了 哦 所以就说 现在在法院里头 他已经认定说 宠物已经不只是财产 它是我们的伴侣 所以今天 要是你不小心 你把我的猫猫狗狗 害死了 我可以跟你请求 我的 因为我太伤心 太难过 我可以跟你请求 我的精神未付金 这个意思 对 当然这个数量 还是比较少 因为还是会依照 法官的见解 不一样嘛 但反正有这样的判例 出来了就对了 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状况 被法院认证 其实是跟人一样重要的 OK 这蛮有意思的 对 那 我记得刚刚在 开始之前 你跟我聊 你说 其实现在宠物医院 宠物诊所的数量 比大家想象中 都还要来得多 还要来得多 多少多少 只觉得要猜一下吗 我没有概念 大概将近快1600家 我也没有概念 1600家是什么概念 对于这个数字 我们一看 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 对 那全联子绢知道吗 我们全 路口巷口的那种全联 全联 我觉得今天一大早 我就一直被来宾考 全联 你说全台湾全联有几家吗 对对对 我还真不知道 大概在今年7月多的新闻 统计出来的数字 是超过1100家 等等等等 等一下 你说全联1100家 可是现在 宠物诊所 已经有1600家 所以它比全联的数量 还要来得多 是是是 这个我有感觉 这个密度就更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真的啦 所以就是 市场一定是功需把则 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受益师 可能自己都出来开了一些诊所 好那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宠物险的一个主题 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一个轮廓好不好 我们一般的宠物险 它到底可以赔的范围有什么 医疗费用一定有嘛 对不对对 有哪些范围是不是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主要大概 我们会挑选宠物 我们会挑大概五个那类项 嗯 第一个类项就像刚才子轩讲到 就是有医疗费用的部分 医疗 然后还有宠物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因为宠物在法律上的认定 还是大部分还是认定它是财产嘛 对 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占有人的状况 是 就比如我牵着我的狗狗 嗯 然后可能去遛狗的时候 它如果突然暴冲去咬伤别人的狗 或咬伤别人 嗯哼 哦我对他有赔偿责任的时候 对有对他有赔偿责任的时候 这个保险就是会帮你启动 去做一个赔偿 哦OK好 宠物鞋还保了这一块 OK还有呢 嗯 还有呢宠物的协讯的广告 比如说我宠物表情仪式 有些人会去印DM 哦对 印广告去做协讯 那其实那个 那个广告的那些支出 其实是可以做时报时销的 嗯哼 也是有这种保险 嗯哼 甚至是有宠物的寄宿日额 比如说去住宠物旅馆 嗯哼 那紫月会不会好奇说 诶可是宠 去住宠物旅馆 就我主人我可能要出去玩 我就把小朋友送到 宠物旅馆去 这个也赔吗 是这个意思吗 感觉字面上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其实不是 他的内容通常是 我们这个主人 这个被保险人 他可能去住院了 对 有一些特定的状况 哦 一般都是写特 就是入住医院啦 就是主人住院了 没办法照顾宠物 哦 那我必须要把他去 放一个地方去安置他这样子 诶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宠物显他理赔的范围 比我原本想象中 还要来得多很多 是 其实是蛮多的 其实是蛮多的 嗯哼嗯哼 好 那再来我问一下 那好奇现在的那个 保费的区间 大概怎么样 保费的区间 其实大概从 一千多到四五千以上 我也都还看过 现在市面上也都还看得到 好 那如果今天大概的这个 理赔的范围我有了 那保费呢 这个大概算出来了 怎么选 这个是说 市主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到底怎么选 还有这个 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个 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 直接要一个答案 有没有哪一家是 CP值最高 你直接告诉我 我就去投保那一家就好 还是说 大家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教大家一下 因为 如果市主在选择的话 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些 比较常态性出现的内容啊 呃 假如以 指缘是市主的话 应该会选择哪一种 是觉得你最重要的 应该还是医疗吧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 我都一直看 我都叫他小朋友 你知道 呃 猫狗他如果 呃 住院的时候 那个或者是 甚至如果要开刀 那是几万块 甚至是几十万起跳 是是是 然后我可能有时候 他有时候要抽个血 就一两千块 所以医疗应该还是最重要的 是 就像 如指缘刚才讲到 其实现在很多的门诊 普通的动物院 一入门诊 大概就一千五起跳 对 贵一点的三五千 光门诊的那个看诊费 大概就这个钱 对 所以其实宠物的医疗费用 其实是市主最担心的 那我们在挑选宠物险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从 这一个 这个疾父项目下去 做着手 嗯哼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 就是选择说 他不要有自付额 嗯 自付额的意思就是 要 我这个 被保险人 我要不要掏钱出来啦 是 就是要不要 去复杂一些手势 所以现在的宠物险 其实有分 有自付额跟 没有自付额 是这个意思吗 是有分 有自付额跟没有自付额 OK那当然是优先选 没有自付额 对我们感觉上 应该是这样 嗯哼 还有呢 选择那个 没有次数上限的人 哦 所以理培有次数的上限 有 有些会限制 所以有些有 有些没有 对 有些有些没有 OK好 那还要再比较什么 因为 举例来说像有一些 像医疗费用的部分 它会分成门诊啊 住院啊 手术 嗯哼 它会分成这些项目 然后可能会限 我刚才讲项目 我可能个别有个别的限额 个别有个别的次数 对 那也有没有次数的 只有一个年度总额度的 那这种一定特别贵 因为它给你最多 哈哈 可能就没有限制次数嘛 对 我也没有自付额 对 可能只有一个年度的额度 对 那有没有说 比如说 假设现在 医疗 我当然是希望越高越好 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越高越好 那个保费一定是更贵 那有没有说 大概我抓在多少的医疗的 这个额度原则上 通案 大概可以试用 你说保费的状况 就是那个 就是也就是医疗的理赔额度 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说 比如说建议大家大概抓多少钱 诶 差不多 额度可能抓个十万二十万吧 OK 其实就跟我们人有时候 大概我们在买这个十字十付 大家也是说 有点累 有点累 十字十付 大家也就说 大概我就是先抓二十万 所以 好啦 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嘛 就把某小孩也当成是一个人 所以 在看起来 刚刚这边 这个预尊给大家的建议是说 因为你知道 没有一种东西叫做 CP值最高 所以你基本上 你还是要稍微去看一下 呃 保单的内容 那首先给大家一个建议是 你先去看 比如说他医疗 可以提供的额度有多少 那刚刚是建议大家至少十万啦 就先抓看一下 他的这个医疗额度 有没有办法到十万 那再来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像是他有没有自付额 有些的保单 刚刚你讲了 有些的宠物险 不好意思哦 这个四组 你自己还是有些自付额 那有一些没有 这个大家也要清楚来看一下 那再来第三个重点还是就是 有没有理赔次数的上限 对不对 刚刚你有讲 有些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哦 然后有些其实是有的 所以这也再次提醒大家 你有时候觉得 保费为什么有人可能几百块就可以 有些人可能要一千两千以上 魔鬼还是藏在细节里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保单那些条款 翻出来稍微的看一下 那这是最基本告诉大家说 你到底该怎么样选择 至少有这三件事情 大家可以来稍微思考 但我也知道 你知道每次我们要来谈保险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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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如果带我的狗去河滨公园玩啊 很开心 然后玩玩玩玩 结果不小心就像你刚刚说的侵犬责任 他不小心去咬伤了什么人之类的 那那个人假设跟我囚偿了十万块 这个时候 那个我有保险嘛 对不对 所以保险可以帮我理赔啦 可以帮我赔这个十万块 可是有一种状况 说真的啦 宠物都是一家人 所以会去 家里的人都有可能会去遛这一只宠物 这时候就有一种状况咯 如果今天是我 假设我先生带了我的狗 然后去外面遛 就我的狗一样去咬上了别人 然后一样要赔十万块 注意 如果你的保单 你的宠物嫌保单的被保险人 只有写被保险 就是我本人 只有我叶子捐本人的话 就只有我带出去才会赔 如果我先生带出去 不好意思 那个十万块变成你要自己赔了 但是但是如果今天你的保单上面写的是 被保险人及其同居亲属 多了六个字 及其同居亲属 如果又把这六个字放上去的时候 这个状况就不一样咯 不管是我 就是我被保险人叶子捐 或者是我跟我同居的亲属 带我的宠物出去 都会赔 听众朋友 有没有发现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观念 郁顺是不是可以帮大家稍微再说明一下 紫月娟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致付额啊 次数啊 然后年度的这些额度啊 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表象的 甚至连保费其实都是个表象的状态 它很好比较嘛 都是数字 但其实那些都是表面的状况 那保险它的本质其实还是契约 我们应该回去看条款 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应该要 我们是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应该要选的是 条款里面它的承保范围是最大的 对 然后它的除外项目是最少的 对 所以承保范围最大就包含 如果只是被保险只有单一个被保险 还是被保险集齐同居亲属就不一样了 是是 那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宠物写 是两种都有 是我要自己去跟我的保 那个在写的时候 我要自己写上集齐同居亲属几个字吗 还是怎么样 事物上现在是怎么样 没有它事物上可能就是 在保单里面的条款 你就会定义说被保险人的定义 它就先定义好了 所以不是像我自己可以自己写下去 是是现在是不行的 好那所以又回归了一件事情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买这个宠物写的时候 多做一点功课 你必须要先去把你想要买的那个保单 稍微看一下 它的被保险是 有没有写上集齐同居亲属 要去找一下这一种保单 其实对你来说保障才能比较大 因为除非真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会去溜购 否则如果你的亲戚啊 或者说你的不是亲戚对不起 你的同居家人如果也会一起去遛狗的话 你要选的保单上面你一定要注意 被保险人一定要这个被保险人 还有及其同居亲属 六字之差 这个你可能理赔范围差数十万 都有可能 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 首先首先特别要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 好我现在先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现在的留言这是不是有一个人说玉尊很帅 这应该是你的铁粉还是你的这个卧底 来跟大家讲 然后有一个 Ken他也说没有错啊 人生百年狗生十数年用情太生商人也生的确 现在真的大家都是把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了啦 很多都是 好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要进一个广告 那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讲了 刚刚玉尊有跟大家说 宠物型要选这个投保范围最广的 然后不就是排除外最少的 那还有哪些妹妹嘎嘎呢 我们在稍等一会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咯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全民好生活 我是叶子娟 那我们现在访谈的同时呢 也有在YouTube酒吧新闻台当中来开直播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广播的同时也来收看直播哦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是 毛小孩当红宠物保险应该要怎么选 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先跟大家聊了一段 就是投保有哪一些重点 刚刚我几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大家知道吗 这个宠物诊所 现在已经比全联的数量都还要来得多了 那刚刚我们也刚一直在听大家 你在看条款的时候 尽量去找那个 他的被保险人是被保险人极其同居情署 把这个范围一起涵盖进去 这样会这个保障会更多一点点 那这也郁尊文继续要问你了 你说当然了我要找CP值最高的 也就是那个城堡范围最广 然后除外的项目最小的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来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们会提到 虽然城堡范围最广嘛 那基本上各家现在市面上 条款我大概都看过 其实都很接近 但我发现除外的地方就是城堡范围是一个大的大框框嘛 对 除外是里面的小叉叉 就是碰到这些情况不赔 对我就不赔的 那我发现有几家产物写的很有趣 他里面写说如果违反动保法所致的话 我不赔 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看有想说 不要违反动保法好像也蛮正常 我们要爱护动物 我们是守法的人 然后我就去找 动保法第五条里面就写说 我们的市主应该要 有好几款 好几款哦 他写说我们要提供 适当干净且无害的食物 而且要24小时充足的干净的饮水 这边 所以如果我的食物不小心害我的猫狗拉肚子了 不赔 如果照他的字面上的除外离止 是这样没错 因为动保法写阴哦 他写应该的阴哦 应该是主要做这些事哦 但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可能就是他不小心吃到吃坏了肚子不赔 如果照他的意思上 当然保险公司要实行这些除外的项目 他应该要重演解释 他要把范围收到最小嘛 甚至是保险公司应该要做矩阵的责任 但我只是觉得他把这写进去会让我觉得 这是 原来也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因为他写24小时要充足的饮水 所以我的 我如果常 欸子俊有可能回家看到那个 猫咪的水盆有可能会没有水嘛 对有可能 那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做到20小时充足的饮水 那如果那不像我的猫不小心了 呃胜结石 结石了 那他会不会就说 那会有去就医嘛 那会不会就来跟我讲说 哦没有你违反动保法 因为你氏族应该要提供20小时充足的饮水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 而且只有少数这样写 我真的有看到人这样写 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他就 他一样一样也是违反动保法的问题嘛 他说 我们的氏族应该要提供一个安全干净 通风 有排水 而且要适当的遮蔽 适当的照明 适当的温度 一般 但是室主居家都是这样子啊 嗯 这个这个不难 这个这个不难 那我冬天的时候 诶 紫月你知道毛小孩也会也会感冒吗 哦我知道 而且哦 哦在被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 我之前有有一次带我的毛小孩去宠物医院的时候 我前一个一个四组他的猫热到 然后医生还在骂他因为那个他是一个妈妈 然后他不喜欢吹冷气 所以他基本上在家都不吹冷气 结果呢 兽医一整段他说你的猫怎么了 你的猫太热了 他说他缺水了 他就一问就说你家是不是都没有开冷气 他说对因为我不喜欢 然后医生就骂他说不行 你的这个猫也是需要吹冷气的 好所以照你这么说 有这种状况没有错 是我甚至还看过有一些更有趣的是 他说动物传染病所导致的竟然也除外 动物传染病导致也除外 那我会那 这个这个东西这个写这样的也是少的 但我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像我们人打 人打疫苗都还是一样会的COVID-19 对 那宠物一样像 有规定要去打狂犬病疫苗吗 然后我就有去询问比较就是专业的收医师 他们说即使打了疫苗还是一样 有可能会得狂犬病啊 是 结果他如果除外的话 这个就不赔 是因为他那个等于是 农委会标注的一些动物的传染病 但是如果这样子听你聊到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身为四族 或是即将想要来保宠物险的人 我就会想要问你说 如果这样子这么多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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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最后其实投保 但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根本都不赔 那这样我干嘛要保啊 其实如果以现在台面上的损失率状况 我认为不至于会这样主张啦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保险公司要这样主张 他要举证嘛 对 那个举证其实是保险公司是比较 也算困难的啦 我怎么举证说你没有充足的饮水 他可能就真的不爱喝水啊 对 猫咪其实还蛮容易 还蛮容易不爱喝水 是没错 对啊 对啊 好 那还有吗 还有什么除外责任你想要提醒大家的吗 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最有趣的 他在医疗费用里面的除外 他有讲到说 有的会写 我讲两段话 是 他有的会写除外非因伤害而衍生的牙齿问题 非因伤害 就伤害就是意外嘛 非因意外而衍生的牙齿问题 那就是疾病啊 就是疾病 疾病 疾病是除外的吧 可是牙周病就是疾病啊 是是是 所以 所以他有的就是写非因伤害所衍生的牙齿问题嘛 所以不是伤害的牙齿问题 我是除外的 假设是疾病 假设是牙周病 就是这种 都除外的 OK 好 第二种写法是 他写非因疾病 或伤害而衍生的牙齿问题 嗯哼 等一下 你这个太多负面表象 要负负药的 你直接帮我们白话文解释一下 他其实 他其实除外的东西就是 你不是疾病跟不是 不是伤害所衍生的牙齿问题 我不赔吧 比如说宠物洗牙 这个就他不赔 这正常啦 可是会 在第二段的写法会变成 我以为我宠物牙周病便会赔哦 因为牙周病是疾病啊 就是会有一些字面上的差异 会导致城堡范围 跟除外责任的不一样 嗯哼 那我会觉得 世主如果我们 刚一直都看表面的东西 一直看 一直看保费啊 一直看额度啊 一直看次数啊 其实都没有看到 那个最深层的地方 嗯哼 那个地方其实还是 我觉得还是保险本质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所以今天预尊 其实也给大家一个 还蛮中立的一个想法啦 就是 的确我们一开始 我们要先希望 这个城堡范围要很广 所以刚刚也提醒大家 可以怎么样注意 然后可以怎么样来挑选 但是 难免大家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在保单当中有哪一些是不赔的 的一些事情 那他刚也举例是现行保单当中 都写出来了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细着去看 所以我们没有发现 可是也不至于到 你刚刚说也不至于到 就是我投保了什么都不赔 也不至于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啦 这是目前现在宠物险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假设今天我是四主 那我听到这里 我还是觉得 可以稍微可能花个一年 花个一千块两千块 现在的大致上最广的这个范围 大概就是保费在一千两千左右 这样一个数字一年 那假设我还是想要去投保 那我要先准备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是因为宠物要投保之前 他需要做一些宠物身份上的认定 身份 对 就像我们人会有需要ID 就是会需要身份证之好 那宠物在投保的时候 他也需要做认定嘛 所以我一定要先有晶片才可以吗 还是 晶片是其中一种 甚至有的保险公司要求 只要血统证明啊 然后你的体检的证明 血统证明 那如果我是那种 就是路边的米克斯捡来 像我家的就是路边捡来他 那种呢 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没有 没有血统证明 对 但没有关系 体检证明也可以 OKOK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你想要 去投保宠物贤的话 你要先让你的猫猫狗狗有一个身份 那刚刚郁宗跟大家讲的是 身份的认定有很多种 晶片是一种 那如果或者是再简单一点 你可能去请兽医开血统证明 或是体检证明 总而言之 就是要先让你的猫狗取得一个身份 比如说他是 像我家的猫 他可能是Nubi 大家知道我的猫取到了一个身份 投保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取到身份 还有呢 再来 身份我刚才补充一个就是 像打疫苗也可以 OK 对 打疫苗也可以 那再来 再来就是会进入到投保阶段嘛 会有所谓的书面询问 那很多人在网络也会投保宠物贤 他一样都会有一个 列出来的问题的列表 是 那那边其实都还是要 我们要请世主做诚实的回答 是 都跟人一样啊 是是是 人要投保医疗贤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个问卷 给你要诚实的回答 这是一样的 那只是那一 这一段在我在107年在做宠物贤的时候啊 嗯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状况是 像我们人一定都多少会有些提况嘛 对 那你告知之后可能减负一些病例啊 甚至是用药记录 对保险公司做评估之后他可能会收 对 但我当时是有一只选大瑞 他可能提具了用药记录病例 然后诚实告知之后被保险公司拒保 为什么 然后我一下一去问才发现 呃在他们大多数的合保规则 呃大多数公司的合保规则里面 他会写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有一些状况 会直接不熟的 所以 我这样听起来我会觉得是 呃越小的宠物 在还没有状况的时候 我就要赶快先拒保 如果他已经是一个maybe成犬 或是什么样的话 被拒保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以这样解释吗 是是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一些 统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 嗯哼 就是我们还是认为 投保保险本来就是一个最大诚信嘛 是 我应该要诚实告知啊 是 是 就会发现这样 就反而没有办法保到 难道就这样是 鼓励世主说都不要讲吗 嗯哼 对不对 很有趣哦 嗯哼 对 OK 好那 我也好奇 如果今天我要投保 年龄呢 大概几岁 或是我就可以开始去投保 那还是说 像我的猫17岁了 我还能保吗 它的那个可以投保的年龄范围 大概怎么样 年龄范围 我现在看到比较多 常出现 大概是八周到 九岁十岁之间 八周 对啊 两个月大就可以了 是是 OK 我现在看到比较小 大概就是那个范围 八周期就可以 就可以做投保 然后你说 八周到 可以承接 第一次进来投保的范围 大概九岁 九族岁十族岁 这个我可能他也有看过 OK 所以就是大概两个月 到九岁十岁 就是你首次可以投保的年龄 是 那续保可以到几岁啊 续保有的就写 没有年龄上限啊 有这种 有这么好吗 有有有有 OK 那一般来说就是 无上限 那这样他到老年的时候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 比较乐观的状况啦 因为我不知道 直接有没有看到 近期那个六月多的新闻 是 他们就有 有人去把 宝泊中英找资料 去找出那个 这几年重无险的损失率 是 他从107年 108年可能 可能十几% 到现在2021年 已经是96%多了 那等于是买一张赔一张 卖一张赔一张 卖一张赔一张 蛮可怕的 蛮可怕的 就收100块赔 96块出去那种概念 那其实如果加上 可是亏钱的生意保险公司 不会做啊 是是是我们现在就有个 前车之鉴在前面嘛 对防疫 对我们直接讲出来了 是 对有个前车之鉴在前面 他其实就不会 一定到最后都会调整的 我认为就是 现在还是有看到那些 没有支付额的商品嘛 我认为到最后都会把 越来越少 一定会把支付额加进去 因为支付额设计 它会免除一些 小额的赔款嘛 是 降低那些保险公司的 一些行政成本 他就可以 甚至是可以 避免一些道德危险 因为世主要负担一些损失 他比较不会 有欺负动物 或者是疏忽的情形啊 对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一个统计啦 其实在美国 美国的LA 他们的 世主的 就投保率 其实大概有 三四十%以上 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 这个观念是要有 只是说台湾现在是 慢慢开始兴起 所以刚刚也讲一开始的范围 一定是最广 但接下来是有很多条件 会越来越降低 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讨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全民好生活 我是梓娟 现在在访台的同时呢 也在YouTube 酒吧新闻台开直播 欢迎大家收听 广播的同时 也可以来收看直播 今天我现场呢 邀请到的是 保险经纪人王玉尊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宠物险投保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这边有一个统计的数据 他说 这个是产险业者的统计 他说 如果以十年 就是以宠物十年寿命来计算的话 平均每一个四组养狗 要花六十万 然后如果是养猫 大概是五十五万 这个是以 存活十年这个数字 而且大家这个数字还不包含你身重病 或者是去咬到别人要赔偿的费用 这个费用大概就是只是 包含一般的小小的医疗 以及你要养他 要给他吃的东西 只包含这个 你养一只狗 十年可能就要六十万 养一只猫可能就要五十五万 但如果 有不幸有一些意外啊 疾病再加进来的时候 这个费用一定就是在往上 往上加成的啦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开始会越来越推广 宠物险的一个重要 那又有一个统计的数据 宠物险因为现在越来越夯了嘛 台湾今年以前五个月来说的话 保费 收到的新单这个保费 其实已经破亿元了 那如果以年增率来说的话 已经比去年同期大概 大幅增加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七 那投保其实也有一些 妹妹嘎嘎 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 那再来我想要好奇的是 狗奴跟猫奴 养狗跟养猫的人 在挑选宠物险上 有不一样的吗 其实这个东西我很认真的 去找过 它的不一样 内容基本上都是 适用是一样的内容 因为现在一段 也只有猫猫跟狗狗可以投保 像很多人养乌龟养兔子 暂时都还是不行的 而且这人数还越来越多 养乌龟的人数 其实养兔子的人很多 很多很多 我也是发现有吓到 而且其实有听一些 收医师有讲到 其实兔子也开始 也可以有晶片啦 我在想说会不会之后 可以把兔子也加入 好那回到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猫猫跟狗狗在选 宠物选手不一样 内容是一样的 但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 它可能会有人 会有保养公司设定 猫猫跟狗狗的那个 废率会不太相同 有人会同一个废率 保费不太相同 保费会不太一样 那狗一定就比较贵啊 对 对对 这很自然啦 对 比较活泼嘛 所以主要是 内容保障的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说保费上面 会稍微比较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 是 OK好 那节目结束之前 我这边特别帮大家 稍微去请教了一下 兽医师 我们到底要如何知道 你的猫狗可能有一点点不对劲呢 我们这边给大家五个五招SOP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如果你家的猫狗 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它真的有点不对劲哦 可以适时的要带它去给兽医师看看 譬如什么呢 第一个 体重突然增加或是减轻 身为四卓我就觉得 我把我的猫啊 养得圆滚滚的 我就会觉得 这个养得很好 很可爱 喜欢把脸埋在它的那个毛里头 但是没有没有 如果今天你的呃这个宠物啊 如果突重点是突然体重的增加 或是突然体重的减少 这个也是它可能一个身体的警讯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还有再来就是它的运动习惯 如果突然改变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譬如说呢 呃你平常带它出去溜的时候 它很喜欢跑个三十分钟都不愿意回来 哎结果这最近你带它出去溜的时候 你发现说可能它跑个五分钟 它就它就想要回家了 会很会很喘 对这种时候 哎这个也就是它的运动习惯改变的时候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还有 因为其实就是文明病啊 比如说像人类也是 现在肿瘤的状况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宠物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发现你在抱它 摸它过程当中 你发现它的体表上面有一些 不明的凸起啊 肿块等等 哎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第四个是 如果你发现它有 呃突然的脱毛掉毛 或者突然你发现它一直在抓什么地方 因为毕竟台湾在亚热带 所以皮肤病的状况也是还蛮严重的 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它说 哎常常的抓痒啊 这等等状况 也要赶快拿去给受益师看 最后一个呢 还有像是 你发现它尿尿的频率增加了 哎可能过去 你就发现它一个小时之内 以猫来说一个小时之内 去个猫沙盆五六趟 哎就不正常了嘛 对不对 就如果突然 哎你就要去关心它 可能可能是不是有 尿结石啊 或是尿结晶等等的状况 所以以上五点是提供给各位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家的宠物有出现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或许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有一点不对劲咯 所以再给大家看第一个就是如果突然体重增加或者是减轻 第二个就是它的运动习惯改变了 第三个就是你发现它的体表有不明的肿瘤的肿块的情况 第四个就是你发现它开始异常的抓痒 或是它有一些掉毛的状况 第五个就是你发现它尿尿的频率增加了 好以上这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你的毛小孩宝贝有一点不对劲 就会建议大家赶快再送去给准受医师稍微来检查一下了 好那玉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帮大家稍微recap一下 我们今天教大家的挑选宠物险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手边的资料我目前 目前现在的所谓的宠物险的产险公司最大家 我可以讲吗 就是排名前几名的投保率 大概其实比如说 华南产险现在市价还蛮高的 然后国泰产险也蛮高的 再来是富邦产险 其实光是这三大产险公司 大概其实就已经南瓜了整个宠物险保 但里头八九成以上幅的比例 应该都是主要是这三家保险公司了嘛 对不对 是 特别是华南的占比 其实这应该也是公开的资讯 华南占比应该真的是最 算是最应该算最大的 OK 所以现在虽然现在 有超过十几家的产险公司都有提供宠物险 但目前现阶段的现况就是 华南国泰跟富邦产险 它的市占是最高的 那好 假设如果自己的习惯 如果今天我要找 我一定是先从市占高里面先去 开始把它的所谓的条款拿出来 稍微比较一下哪一个最适合我 好 假设我今天就要从这三家里头来挑的话 那最后帮大家repack cap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注意些什么 一样就是注意它的 要的内容嘛 一定是会有医疗费用啊 侵权责任啊 悬寻广告 寄出日额 甚至该有一个肉提到是上账费用啦 但这个也是做十之十负的部分 就是内容上会这样子需要 挑选的项目 所以我们还是比如说 以市主来说 我最关心的一定还是医疗费用啦 所以医疗费用 它到底可以赔到多少钱 可能大家要去看一下 当然是越高越好 没错 但是大家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越高同时保费可能也会增加 所以大家稍微去衡量一下 我们刚刚给大家一个数字 大概抓10到20万左右 大家可以放在心中 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 好 所以那再来呢 再来就一样是 除外的条款的部分 因为一样是 不赔的东西越少越好嘛 对啊 所以刚刚也有提出了几个 比较有趣的不赔的一个事项 所以大家可能也要稍微再去看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的 所谓的投保范围越广越好 也就是所谓的被保险人 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填写 目前现行的保单上面有一些 有一种保单它是直接只有被保险人 也就是四足我本人 但是有一种保单呢 它上面会写被保险人及其同居亲属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去找第二种 对不对 去找第二种的这种被保险人及其同居亲属 这样子我全家人都会在这个保战 保障的范围当中 但是你刚刚你也说了 这个保单不多 欸不多 而且它那个被保险人的限定 大概影响比较多的是影响在那个侵权责任的地方 对侵权责任的地方 对对那医疗费用的话 其实基本上 因为还是以那个被保险宠物为主 它才是一个那个标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你应该是想哦 如果今天我是猫 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猫不会带出去溜 但是狗真的就比较会有尤其是大型犬 就是如果你会带你的大型犬出去溜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四组 你可能就要选择第二种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种保单会比较OK一点点 好那再来还有刚刚我们也有跟大家稍微讲到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去投保的话 你要先让你的狗狗 你的猫猫有身份 那投保的话 比如说要体检吗 或者是要有晶片 你要先让它有一个身份 再来现在现行可以接受的范围 投保的年龄大概两个月 就是八周以上 然后到九岁十岁左右 就可以当它首次投保的年龄 那目前的条款基本上 是没有续保年龄的一个上限 但是但是刚刚 郁珍已经有在预告了 觉得这个应该会随时 有可能会被调整了 因为毕竟这个赔付率太高了 对不对 因为像刚才提到那家市占最 最大的那家产物公司 他们其实在八月底的时候 也会做一个改版 那可是那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那时候新闻先一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先猜测一定会改版了 对 对因为赔钱的事情没有人会做 然后他们以产检公司来说 今年在防疫险上面的压力 已经很大了 那现在也讲说 宠物险现在越来越新奇 但是如果未来赔付率越来越高 当他们精算之后 发现自己有可能赔钱的时候 这条款也是随时说改就改 所以也只能说 如果今天你是四组 然后你现在有投保意愿的话 赶快先保啦 因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不知道 因为至少他八月底前还有嘛 这样会有一点 会帮忙广告的嫌疑 可是因为他是 还蛮公开的状况 就是大家会发现他没有资付额 对 然后也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 就算不用我讲 很多那种搜寻 一搜寻也知道这个是 几乎他就是会被列出来的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现在 这个宠物险 这个宠物险当道 这个毛小孩比真小孩 要来得多的情况之下 今天全民好生活的节目 就为大家来带来了 是宠物险相关的主题了 再次谢谢于尊 谢谢梓娟 也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